同學們看一下這張影片 左邊這個是一個收斂出最好創意的一個曲線 一開始就是先擴散然後收斂 在第二次擴散在第二次收斂 收斂之後第二次收斂之後就慢慢收斂出最好創意了 那我們在第一階段執行創意思考法的宏觀階段 來發掘更多生活上的問題的時候 就是在第一個階段的那個圈圈 有沒有是個擴散右邊這個這張圖 這個擴散的它就是要想出大量的發想創意 大量的生活上的問題 所以說它這個區塊會比較大圈 然後再慢慢的集中到第二階段 我們之後在第二階段就收斂 用綠色邊形體就慢慢收斂 怎樣去抓出這些眾多的問題裡面 我們只能要去透過分類過後去發掘 哪一個點的問題比較巨多 我們慢慢的收斂 收斂之後收斂出幾個四個之後 再慢慢的擴散 透過綠色邊形體把它呈現多樣的 透過水平思考法來呈現多樣的解決方式 一開始先不要執行純維的垂直思考 然後在收斂的時候我們選出幾個 好選出這一個 針對這個問題我們就透過垂直思考法 來一直鑽引向下鑽引 鑽引到最好的串意慢慢出現 所以一開始就是透過擴散性的思考 以不侷限各式各樣的一個不同的看法 透過黃色邊形體來發掘 生活中潛藏的問題的哪些 並且透過事實的分類 來讓你們很清楚知道說 哪個分類的點裡面問題比較居多 那同學們就之後在進行收斂的時候 就會比較清楚的知道說 好我們就朝了這個方向去慢慢的鑽引 去慢慢的再分析 再慢慢的去收斂 慢慢的擴散收斂 擴散收斂 收斂出最好的創意 就是這一個所謂的一個 呃呃這個插畫的這個意思 同學們應該可以看圖就很懂 擴散的地方就是一個圈圈 收斂的地方就是交叉 開始收擴散就是一個圈圈 所以一開始來發掘問題 我們就必須要收集大量的資料 收集什麼樣的資料呢 就是透過各位組員 或是透過您自己去觀察 去發掘生活中哪些潛藏的問題 是你從來沒有去發現的 這就是所謂的第一件讓你收集資料 針對我們的議題 生活中讓你不方便的小事情有哪些 然後呢 再發現事物的關係 什麼叫發現事物的關係呢 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運用我們的創意思考法 來針對我們的議題 去發掘 喔 生活中讓你不方便的事情有哪些 然後我們就要試著去運用思考法 或者是小組討論的方式去發掘生活中的問題 不斷提出更多的問題 越多越好 然後消化資料的時候 就是要適時請組長跟密書 來適時的進行所謂的全組式的分類 透過分類會跟群組知道哪個區塊比較多 哪個區塊比較少 那比較多的問題的話 當然就是學員們 或者是您自己比較迫切的需要去解決 或者是需要去改變的一個問題 所以一開始的收集資料一定要先針對議題 議題就是一個很明確的主題 明確主題我希望一開始 學員們跟您的話可以針對 生活中讓你不方便的小事情是什麼 然後來發掘事物的關聯 我們去想說 我跟事物要怎麼樣去產生一個 讓人家覺得不方便的點是什麼 透過創意識考法 不認識東西的小組討論 透過運用 黃色便利貼 把它貼在我們的創意識的環上 然後之後小組的組長跟秘書在事實的進行分類 然後來把這樣子之間慢慢的區分出來 這樣子會比較清楚的知道說 我們的問題都是基準在哪個區塊 也比較會讓主員們會有一個依序 不會說喔 天亂七八糟也不知道哪一張是哪一張 透過這樣分類會很清楚的知道說 我們接下來的點問題最多的是哪裡 那回憶去對應到我們生活中不方便的事情 就會很清楚的知道說 原來我們每一個主員或者是你自己 在生活中不發明的事情 原來都比較偏向於這個主題 那這個主題就是我們必須要之後 向下鑽研去思考的 怎麼樣去想辦法去解決它 同學這張圖 我相信各位同學在前幾個單元就有看到了 第一個明確的主題一定很重要 我要再次跟各位同學還有你們再次提醒 一定要一個很明確的主題 然後試實了無局限的宏觀和發想 正對主題 先求亮多 不要去想 可不可惜 有沒有問題或者是很奇怪 都不要去想這些問題 先透過黃色便利貼 先求亮多了 把你所發覺到生活中的問題 試著去把它寫出來 陳述出來 然後 一開始可以不規則的先亂貼貼在 抓植考版上 然後 之後呢 組員跟秘書就要適時的幫忙進行所謂的分類 讓你們很清楚的知道說 你們剛剛亂貼的創意思考的那個 黃色便利貼 主要的問題點比較區分在於哪一個族群範圍內 你們就會更清楚知道說 我們就要去從這邊比較多問題的地方去試著去解決它 同學這一個部分非常重要 所以 再一次跟各位強調 明確主題 無局限的宏觀發覺 不要管可不可惜 先求亮多 之後 秘書在適時的分類 把眾多便利貼 適時去分類群組 適時讓各位組員跟組長知道說 哪一個區塊問題比較多 需要破解去解決跟改善 而我們的操作步驟一 各位同學已經 您可以看一下我們這個 左邊這個圖 就是 在這個板子上就開始大量的去寫 你所發覺到的生活中不方便的事情是什麼 就把它先寫出來 而希望各位同學 可以先focus在你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OK 那你感到不方便的事情 或者是認為怎麼樣才會更便利 或者是什麼樣子的事情在操作上 會讓你覺得好複雜 很不方便 然後很麻煩 但是不用又不行 不做這件事情又不行 那我們就把它寫出來 就是通 左邊的這一個仕圖 有沒有看到 學生們在一開始的時候 也是瘋狂的亂寫 亂貼亂發想 沒有關係 在一開始 就是 不侷限 貼馬行動的去發覺 你們想要發覺的問題 然後就是把它寫下來 寫下來之後 不要侷限任何的可能 以及不可能點子 球量多 把中音視開板上貼的 黃色冰貼 就是把它貼的滿滿的就對了 那當然最重要的就是 主長跟秘書 秘書你們要適時的幫忙做拍照紀錄 把你們討論的過程 事實的記錄下來 以便你們時候組員 要回去review之前所發覺的問題 或是討論的哪些點 有比較不清楚的 你們可以試著去通過你們的照片 或去指導說 原來我們上禮拜 或是之前討論的點是 Focus在這裡 那我們接下來要從哪個地方進行 會比較有個依據 所以 第一 先從生活中不方便的事情是什麼 當作一個發展的開始 重點是從日常生活中去 出發 第二 不方便的事情我們就去提 怎麼樣子的事情 讓你操作起來會非常的不適熟 或者是在使用起來會非常的麻煩 但是不去使用不去操作的時候又不行 那怎麼樣弄才可以更便宜 先吸你有個底 一開始的宏觀發覺 先提出問題點是什麼 以量多再慢慢去求知 切記秘書要幫忙紀錄拍照 以便之後組員可以回頭去review的時候 有個依據 更是讓說 下禮拜要做什麼 跟之前我們做過了什麼 那我們的操作步驟二呢 同學們 我們操作步驟一 是大量提出 黃色便利貼的一個發覺的問題 針對你們日常生活中去發覺對不對 好 現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 秘書就必須要適時的幫助主員們 眾多的所發覺到的問題點 以分類群組的方式來分出十一住行 但是同學 不一定是要focus在十一住行 你有可能是交通啦 家庭啦 生活啦 或者是玩樂啦 等等之類的 不一定就是十一住行的這樣的方式 那大致分類方向之後呢 再透過討論 原則上 每一個組員有三票的機會 去從眾多分類過後 有黃色思考的紙上 去選出三個 您認為最迫切需要去解決 或者是您認為最不方便的問題 有哪三個 適時的把它選出來 因為這樣子選出來之後 我們才可以進行之後的回觀 透過綠色編帖來進行我們的圍觀 同學們知道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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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